弟兄姐妹平安 圣高教会许牧师 师母 我们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是主日 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 所以我今天看到弟兄姐妹 心里面充满了 喜乐跟平安 我今天来主要是跟我们弟兄姐妹 要说再见 要跟大家说 我们要尊重再见 后会有期 因为我这个礼拜六 就是十二号 我就要先回台湾 有十天的时间 然后我从台湾 就要到纽西兰去工作 我记得我2010年4月12号抵达 第一个主日 我就是到圣高教会 来跟弟兄姐妹 一起来敬拜神 所以虽然过去这几个礼拜的时间 非常的忙碌 家里面要打包 然后要跟这边很多很多的政府民间 很多的朋友磁行 昨天我还特别到Coloza Free Zone 我们行政会弟兄 还有Free Zone的主席 David Ackerman 去那个地方 去跟他们说再见 但是我想到有一个地方 我一定要来 就是我们圣高教会 因为我第一个主日 就到圣高来聚会 我要离开前的最后一个主日 我也要到圣高 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 来问候大家 然后跟弟兄姐妹 说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彼此纪念 彼此带导 那我们后会有期 我刚才来 虽然比较晚一点 但是我们许牧师他的正道 今天的题目是主日 其实我心里面蛮有感动的 我有点小小的回应 因为我上个主日 虽然我在华人教会聚会 也在那边侍奉 因为有侍奉的关系 所以就比较没有办法 尝到我们圣高教会来 那我上个主日 因为我要走了 所以我们的彬牧师 就特别安排我 做一个分享一个信息 那我上个主日分享的信息 叫做超练敬钱 那超练敬钱呢 我就感到今天我们 我们许牧师正道的内容 刚好给我一些提醒 那让我心里面 也蛮受到圣灵的 这样子的感动 我觉得我们主日 弟兄姐妹 圣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要欢喜快乐 所以主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是一个享受 而不是忍受 对不对 阿们 我们是来享受的 我们不止主日享受 而且我们每一天 我们只要在基督里 我们就享受 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 给我们的喜乐跟平安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用这么大的代价 用他自己的生命 为我们的罪被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得到 这样子一个蒙大恩的救赎 因此我们才能够脱离 罪的捆绑 所以能够享受到 主给我们定的日子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 台北基督之家聚会的时候 我们的牧师常常跟我们讲 他说主日 我们不是身高是每个主日九点半 反正我们时间到 我们就来聚会 聚会完了 可能中午有爱宴 吃完就回去了 其实我们主日到教会来 是有五个目的 希望我们能够 这五件事情 我们都能够达到的话 那就是神要丰丰富富的 来祝福我们 第一个就是有道可听 来听我们许牧师讲道 道就是神的话 我们来分享神的话 所以第二个呢 我们是要有神可拜 你要遇到神 你不要来这个地方 你只看到人 看到我们俊宏 看到这个弟兄 看到那个姐妹 我们来 我们来其实 我们是希望我们主日 到教会来 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说 我今天我就是来 就是要遇见神 当时雅各在年轻的时候 他生出来雅各就是抓 他东抓西抓抓很多 他抢他哥哥的名分 抢他爸爸的祝福 用红豆汤去骗了这个的名分 然后他每次讲都说是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那是我爷爷的神 那是我爸爸的神 然后呢 一直到伯特利 到伯特利的时候 他遇见天使在梯子上 上上下下 然后他醒了 在创世纪28章16节 他讲说 耶和华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阿们 所以我们主日 我们到教会里面来 我们除了听牧师 来传讲神的话 我们一定要心里面 一定要想到说 我今天来 我一定要遇见神 神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我要带着这个话回去 第三个呢 是有灵可感 就是圣灵一定要降临 在我们的心里面 刚才牧师讲 听讲道的时候 不要把心的门关起来 把灵的耳朵关起来 这样子的道 就是落在路旁 就被飞鸟吃去了 所以我们要 把我们的心 把我们的灵赤路敞开 然后呢 让我们变成了好土 我们就能够结出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的果子 阿们 第四个呢 是要 有恩可蒙 我们来这边 是要蒙恩的 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 要蒙大恩的女子 我们全家都要蒙恩 但是第五个 是我最感动的 就是我们圣高教会做到 就是有功可做 圣高教会我一直看 为什么人数一直增加 我觉得有三个理由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 你们有一位 敬畏神的牧师跟师母 不但牧师跟师母敬畏神 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姐妹 你们都很敬畏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原因呢 我观察 这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你们的长老 直视 同工 弟兄姐妹 你们每一次办任何的活动 我都看到 弟兄姐妹 同心合一 和睦同居 何等的友夫 第三个 我觉得圣高教会 是一个有爱的教会 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 众人就因此 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所以我觉得我们圣高教会 我来的时候 我都感觉到 这是一个有爱的教会 所以一个教会 不是要盖得很大 不是要装冷气 不是要很豪华 一个教会要吸引人 是这个教会里面 要有耶稣基督的爱 阿们 所以我相信 这个教会会继续 会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 所以我在离开贝里斯之前 我要在这边 非常感谢我们牧师师母 牧师常常在脸书上 来勉励我 为我祝福 为我祷告 我相信我是带着牧师 带着我们卢霸 古弟兄 我们郭弟兄 很多弟兄姐妹 你们给我的祝福 给我的爱 我要离开贝里斯这个地方 到主给我定的下一个工作的地点 去工作 我在这边要祝福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我们教会的元首 耶稣基督 在我们这样子爱我们的主 来复辟 来保佑 来赐福给我们 我们每一天 都要欢喜快乐 祝福弟兄姐妹 健康快乐 平安 蒙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